有關查詢的話 最重要就是這個 兩個方法 一個叫做 raw query 一個叫做 query 那都可以 利用那個 sqsql 去傳遞 那兩者最大的不一樣就是什麼 就是這個地方 如果用raw query的話 他後面可以下sql語法 後面加一個no OK就是 select所有的 欄位 from哪個table 那他查完 因為查完之後 會回來給你東西 比如說裡面到底寫了什麼東西 他回來之後呢 你需要利用這個類別 cursor 建一個cursor的物件 去接他 接了之後的話 你才有辦法去針對 裡面的東西去做 做一些存取的動作 那他會回來給你東西 我們比如說可以放在那個listview裡面啊 或什麼的 那這邊的話呢 比如說 然後 還可以下一些會有的紙句 這個當然 這個都是 用那個sql裡面去完成的 那另外的話呢 cursor裡面能做什麼 其實cursor裡面 不外乎就是可以怎麼樣 其實反而cursor有點像是 記憶體裡面的一個table 一個 虛擬的一個table 那裡面當然可以move 可以移動 可以移動到哪一個位置 移動到第一筆 移動到 這個上一筆 下一筆 等等這個基本的啦 那另外呢 同學可能會比較需要注意的 就是這個 gast count 這個gast count 比如說呢 像 你的筆數超過多少 就不要再新增了 因為已經 有資料了 也許這個你可以用什麼 這個cursor你可以先查回來 然後看一下 這個cursor gast count 它會retend給你 一個int的一個整數 告訴你說裡面的有幾筆 那你可以做後續的處理 然後 等等的 鎖引直 gast rnt gast string 把裡面的資料抓出來 另外還有一個query 這個query的話 就是那個 跟raw query 最大不一樣 主要是什麼 主要是那個 raw query 是下cql 語法 那query的話 是什麼 是給一個table的名稱 差別 這上禮拜有提過 OK 大概 重點 往下 看一下 接下來的話 我們下一個範例就是 如果我今天希望 可以 去新增幾筆記錄 類似像這樣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範例的話 我把它直接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我把它run起來 ccoline 2 這個範例 那裡面的話 第一步 當我初始化的時候 我先篩4筆記錄 那這4筆記錄裡面的話 分別是1 香蕉 多少錢 西瓜 多少錢 梨子 那所以這個是一個版型 所以 基本上呢 我們 MVC的部分 首先第一個來看 那 第一個我需要建一個像這樣的view 第二個我需要建第二個view 什麼view 就是 放給這個 有沒有 那個list view 放資料的 第二個view 所以會有兩個view 那這兩個view的話 前面有沒有講過啦 第一個是 這個activity 打開來 那裡面的話 這個是舊的 把這個close一下 看一下 第二個 這個 OK 那裡面的話呢 當然也是需要有兩個view 那這兩個view的話呢 分別是 把這個先展開一下 裡面的話呢 第一個resource layout裡面 那我們 第一個view 基本上 裡面的架構啦 比較單純 我們大概簡單來看一下 第一個就是上面呢 會有一個編號的 這個textview 然後 讓使用者去輸入什麼 輸入一個關鍵字 當然這個地方的話 基本上就編號啦 如果他按下查詢 他會把那一筆記錄查出 另外配合一個查詢全部 OK 那底下的話會有個list view 這個是一個基本的一個 版型 那 第二個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 那我需要給什麼 給那個 我們兩筆 就是說那個list view裡面放兩個東西 所以我需要第二個view 第二個view的話呢 那是用那個 就是第二個view 讓我們可以把這個需要的東西放上去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那第一個view 第二個view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等一下再來看就是說 我們的 V先 界面部分先確定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我們的C 然後 再來就是我們的M 最後資料再放 因為 先把畫面叫出來 程式也載入之後 再來看一下那個 database 部分 我們把那個 就是 一個 一個 Activity 畫面 然後在一個view